方力生这日以嘉宾身份出席教育展活动 分享学习和培养兴趣的心得 小方将游泳这方面的兴趣 慢慢发展成事业的一部分 2018年和朋友合资开办游泳学校至今 状态疫情反复 他坦然就算现在是收生旺季 仍未做到收支平衡 不过他仍然会坚持下去 本来一开始是好一点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疫情反复 有二千多有三千 所以又开始多了请假 又多了小朋友或者是家长 真的中了的 中了又担心又有 开始请假 另一方面就 因为暑假 就是local school和international school 放暑假的日子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班也都不可以 好像以往那样 放暑假了这两个月 由早到晚又早到晚了 通常教游水就是暑假黄金时期 所以其实现在反而又不是 真的拦住拦住 所以我也不敢看的 不过我真心觉得这个疫情是大家都不想见到的 但亦是大家都在疲惫着的 所以我觉得个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小方亦坦白 承认近年工作量大減的确稳少了 财政方面当然不可以好像以前那么轻松了 不过他的想法就很乐观 还说学会怎么省价 但我发觉我都挺佩服自己 我都挺能屈能伸 很明显我是找少过之前很多 但我真的可以少很多 我又觉得我心态又没什么特别 以前可能我一家四口出街吃饭的时候 可能我会请得多一点 现在就可能交给弟弟 弟弟就请得多一点 而且又少了出街吃饭 少了出街 再加上我现在为了剧 又在这里减肥 折食 那我就一天吃一餐 但是耀念松导演 长期都有很多美食在旁边 打包 拿走 你省到这样 打完包 你知剧组放饭一定有余多 我不贪心 我不拿别人的 总之剩下别浪费就拿回家 我自己那份我不吃 如果它是下午放饭 我就拿了下午那盒 如果下午和夜晚都放饭 我就晚上吃下午那盒 就吃两盒饭 你很贼劲 我不吃饭 我只吃饭 那两个饭 所以我觉得是 又省到钱 又省到肥 又省到肥 没错了 小方自有一套价值观 想法也很正面 他都很希望和人分享 还透露自己想继续发展教育方面的工作 用正能量感染大家 我们游水学 除了只说游水的知识 其实我自己心里 是想做教育的 我会分享很多 有些名人怎样去讲教小朋友 怎样教儿子 应该怎样教 教女儿应该怎样教 我会分享这些的新闻 未必只是全部讲游水的 因为我都希望 其实什么都要学的 你学人做人男朋友 学做人的儿子 其实学做爸爸 学做妈妈都需要学的 不订阅 你学到明月